久泽教练卸任新瓜曝光 奥涵爆出更多队伍内幕 或许久泽教练真没有打算离开Hero 只是换一种身份而已 并说出训练赛的情况 只有AG跟XYG傻傻的搞不清楚状况 伴随着久泽教练官宣卸任 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瓜 他本人则是回应并不会离开团队 而是会跟指尖教练配合好 只不过依旧是有瓜主爆出了新瓜 他直言久泽教练夏季赛跟挑战者杯都会休息 试惯可能会去其他队伍 只是这个瓜被奥涵辟谣 并爆出久泽教练会带他们出去玩 意味着Hero内部的事情应该已经处理好 大概率就是陈下跟管理层和解了 那么久泽教练跟整个赛训组自然不会离开 假设奥涵的瓜为真 久泽教练去哪就将迎来大结局了 折教也是不可能走的 放心吧 折教是不可能走的 好心意就是今晚好好休一下 然后明天直接 直接折教带我们直接冲了 去三亚嘛肯定去上海啊 肯定先去上海啊 不是 不过关键本来就没人说过折教要走 为什么都说折教要走 没人说折教要走 你们消息 你们消息怎么来的 教练组肯定也没人会走的 关键是 那个不是换个身份吗 那个就是 那个没有离开 说离开俱乐部 别说了 这个有什么不好说的 这个反正到时候机会赛都知道的 这个也没啥不好说的 折教会去上海嘛 肯定是折教带我们去上海啊 不然还能怎么说 大家一个团队 要去肯定是一起去的 随后 奥韩还曝光了训练赛现状 只有AG跟XYG傻傻的搞不清楚状况 两支队伍都被训练赛骗了 前者是一直拿出海月辅助 后者则是打S组胜率极高 却五连败 只能说这赛季的训练赛信不了一点 训练赛胜率如何 这正常顺利啊感觉 没有特别顺也没有特别不顺嘛 然后训练赛老师 因为队伍老师拿什么 主要是现在太多队伍科研啊 训练赛怎么说呢 别人在科研我们也科研 看不出来东西了已经 都是在玩什么稀奇古怪的影响 向羽打野 向羽打野还行 向羽打野挺强的 向羽打野有个蓝buff 在双buff一拿 其实挺强的 向羽打野还可以 总的来说 九折教练卸任 确实让人意外 毕竟就算有内部矛盾 其实也应该带完夏季赛才卸任 现在奥韩出来澄清 估计攻斗已经彻底结束 后续 Hero可能会以成绩为重心 至于训练赛搞科研 才会让AG以为海月辅助很好用 同时让张大仙信心满满 只能说以后还是稳一点 等近S组或者胜者组 再搞科研不迟 大家觉得呢